而朱哥亮的最后一档综艺节目 就是在华氏的《华氏天王朱歌秀》 它和陈亚兰合作当中最受欢迎的单元 就是歌仔戏短剧《现代佳庆君》 两个人歌仔戏装扮一搭一唱 创造收视的最高峰 来咯 好久不见的陈亚兰 饰演佳庆君的陈亚兰 看过了多少大风大浪 偏偏就是看到了卖西瓜的西瓜粮啊 公主 你也好啊 笑到转了好几圈回来 还在笑 故事是这样的 佳庆君摔下了西谷 被西瓜粮啊和他的妈妈拖回家了 两人七手八脚要救醒昏迷的 佳庆君 你... 米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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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像四個米歇啊 誰都要做的啦 真的 不是米歇啊啦 不是啥 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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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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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他怎麼說我們拿衛生紙 他要衛生紙 我們這個爪子都沒有衛生紙 有皮啊 用尾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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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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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過去的佳庆君 雄雄被點了笑穴 不笑還好啊 一笑不得了 真是笑翻了 來了 再想起初一百 來 你不是庆雄 我當然也不是庆雄 庆雄是我們富翁啊 你是 是啊 還要走 那時候說這十五年齊 你真是 黃鐵 吃啦 好 來去吧 好 你問啦 諸葛亮生前 跟黃西田合作拍廣告 連女兒謝金晶也在廣告中露臉 不過620諸葛亮都已經辦完告別式了 廣告卻還在播 拍攝畫絮曝光現場一片歡樂 這個廣告是去年底拍的 合約到今年底 但一般而言 代言藝人突然去世 節目就不再重播 廣告也必須下架 免得被批評再消費王者 對此業者強調是為了紀念諸葛亮 才決定再播一週 新廣告也有家主跑馬 感謝天王幫忙 以前想要熟悉一下 都這樣咪咪咪咪咪咪咪去外面 而諸葛亮代言的另一支手遊廣告 早在他上個月過世後 就已經停播 諸葛亮這兩年 只代言了這兩支廣告 但酬勞都破400萬 裡面說有唱歌 對 也有跳舞 也有歌廳秀 歌廳秀 那你拍這一部是要跟我 萬修豬王對談的是不是 生前最喜歡風光熱鬧 諸葛亮的高疲勢 就像是歌廳秀一般 外頭有個Q版的 諸葛亮人像看板 以紫色布曼裝置 來參加的親友 收到的不是副文 而是邀請卡 裡面還有入場券 大家還有對號位子 像演唱會一樣 寫著最後一場功夫進展 諸葛亮的好友王采華 更是氣不成聲 他在演我們 這麼多觀眾 這麼多的歡樂 這邊 來送你祝大哥 最後一次 跟以前一樣 這樣過得快快樂樂 因為他要求 每次的要求都很高 但是我相信這次 他應該會 幫這些幫他做事人 打一百分吧 才和諸葛亮多次一起 製作綜藝節目的 華視總經理郭建宏 也來看看好友 心中滿是不捨 影劇界眾心齊聚 陪伴諸葛亮人生的 最後一場秀 記者綜合報導 火化之後 骨灰箱移到基隆的 生命園區入塔 目前狀況怎麼樣 連線給記者 沈錦陽 錦陽請說 第二號 好的秀場天王諸葛亮 今天舉辦告別式 而下午遺體進行火化之後 現在一行人也來到了 基隆永恆文創園區 而剛剛稍早 其實你可以看到 現在畫面上 包括有這個諸葛亮的大兒子 謝順福還有小兒子 以及女兒謝金晶 還有大嫂以及孫女 都來到了現場 而剛剛稍早 其實來到現場的時候 現場放了21響的禮炮 也代表家屬對這件事情 是相當的重 是也相當的隆重 當時這個謝順福大兒子 他是負責捧著骨灰 而小兒子則是負責捧著牌位 另外其實在現場 也來了不少的民眾 很多民眾都是想要來到這裡 送諸葛亮最後一程 儘管這邊來到這邊 其實相當的不方便 但是還是有大概有記憶 終一天王諸葛亮 昨天告別式落幕 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 她的女兒謝金晶 謝金晶趕來入戀 但是沒有參加告別式 對此長子謝順福說 該來的人都有來 有圖有真相 也說跟妹妹沒有誤會 但被問到謝金晶缺席喪禮 她直接回 那去問謝金晶的經紀人 而謝金晶也說 跟姐姐沒有心結 是永遠的家人 熱鬧盛大的告別式後 綜藝天王諸葛亮 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謝金晶和姐姐謝金晶 以及她們的媽媽林建如 也在最後一刻 趕到殯儀館參加入戀儀式 但在告別式開始前 就離開缺席喪禮 如同大家所看到的 所聽到的 也都是有圖有真相的 該來的人都有來 要進去入戀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她已經在門口等了 所以說就準備了校服 請她進來 就這樣子 那兄妹和姐了嗎 我們本來都沒有問題 長子謝順福說 爸爸入土圓滿 也說跟謝金晶沒有心結 但是卻將炮火轉向謝金晶的經紀人 秋秋 最後這一站 金晶為什麼沒有一起過來 有沒有說原因 我覺得可以問秋秋 而謝金晶 則是之前被指為媒體前的女兒 喪禮期間幾乎不開口的她 也說大家都是一家人 從之前看到這樣子的生命 會不會覺得有點難過 覺得被誤會的感覺 我相信 我相信我姐姐 他們是我們永遠的家人 短時間受訪之後就離開 謝家人似乎不想對外 多談兄弟姐妹的事 但最後大家都還是有見到 爸爸最後一面 讓一代傳奇天王的最後一程 圓滿落幕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